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王者龙要体验湖最近上线的机关炎武赛的娱乐模式 其实这个模式和之前的变身大作战差不多 只不过这次变成机关人来大作战 那么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式中都有哪些机关人 首先就是炮筒机关人 他的一技能可以蓄力攻击 按住后10秒内会不停的喷射烟火来对目标造成滑速伤害 二技能有点类似萌亚的一技能 也是按住后会持续攻击敌人 三技能类似沈梦西的大招 可以朝指定区域丢出炸弹 然后炸弹分散开来对敌人造成滑速伤害 它是可以和机关车合体的 第二个飞弹机关人 一技能可以强化自己的普通攻击 将普通攻击的子弹变成两枚 巨炮状态也就是三技能状态下 机关人强化自己的普通攻击 将普通攻击的子弹变为两枚 退出巨炮状态将结束该强化效果 二技能普通的状态 机关人10秒内强化自己的普通攻击 将普通攻击的子弹变为火箭 造成换围伤害和小距离的击退效果 巨炮状态下 机关人强化自己的普通攻击 将普通攻击的子弹变为大型火箭 造成换围伤害和击退效果 退出巨炮状态将结束该强化效果 三技能不仅射程远 连伤害都提高了很多 维哥觉得这个机关人最适合小白操作了 他也是可以和机关车合体的 第三个冲击机关车 一技能短暂蓄力后向前冲撞敌人击退 冲撞过程可以摇杆来控制冲撞的幻象 冲撞会对敌人造成一定的物理伤害 二技能短暂蓄力后 利用钉板强力重击地面 对换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 同时为自己增加一层护盾 三技能蓄力后向前强力冲撞 造成换围伤害并击退护近敌人 被击退过程中遇到地形边缘 最多将会被缓弹三次 第三次会造成一定时间的眩晕效果 可以与机关人合体 第四个护盾机关车 一技能启动护盾并蓄力 护盾达到最大时爆炸 对换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 有点像太乙真人的一技能呀 二技能短暂蓄力后 击退生前的野怪或者小兵 并造成物理伤害 并扔回第一下撞到的敌方英雄 落地对周围造成一秒眩晕和物理伤害 三技能七秒内进行加速冲昏 冲昏逐渐提升期间霸体状态 撞到敌方英雄或者冲昏时间结束时 都会引爆物理伤害和击退效果 在冲昏过程中 可以再次点击技能结束冲昏 还可以和机关人合体 第五个隐藏机关人 一技能朝指定环向飞动重拳 造成范围伤害 有点像吕布的一技能 二技能可以击退范围内的敌人 并造成伤害 有点像苏裂的大招 三技能可以把人击退 当敌人触碰到地形边缘 就会承受二次伤害和1.5秒的眩晕效果 有点像达摩的大招 不过击退距离更远 伤害更高 机关人和机关车合体后 只有变成机关车的玩家 可以控制幻象 而变成机关人的玩家 就只能使用技能 不能控制幻象 那么小伙伴 你们觉得这个心魔是如何呢 好 好 好